有朋友傳來在社交媒體上知道 葵興區的順德聯應會總會的李兆基中學 3D班在疫情前曾經拍攝頒賞 在班主任黎建雄和副班主任李楚風的引渡之下 學生在拍攝時做出五一的手勢 守護學生也是教師的天職 如今有人以政治行先 誤人子弟其心可諸實在可恥 如今香港的社會撕裂 氣氛劍拔老張雅之無辜 何必將純真學校純潔的學生受以仇恨 十年樹木百年處人 學生未來人生是否精彩 是有賴教養界個別人士的品行和道德是否稱職 假如有個別的教師立場偏頗 未能政治中立 有關人等可以勝任教職 可以春花化雨 既不稱職 凡請辭退 若教育局不再正視有關教師行為和引申的問題 相信社會人士將會決不罷休 凡請教育局局長嚴正處理 另一位班主任是穿藍衣的黎建雄 另一位副班主任是穿白衣的李楚楓 為了學生的私隱問題 我會把學生的臉打格仔 讓大家不要影響他們的私隱 但班主任和副班主任 我會留下我的樣子